你要买房 你竟然要买房 我想 拿着一本情事求婚 求婚 你不是结婚了吗 你居然还有胆量站在我面前 你脸皮够厚的 姐 唐总 你如果不想看见我 我就立刻辞职责任 你觉得你做的这些 光是辞职就够了吗 乔主任 新员工啊 想不动 大家都是同事 以后要互相关照 大家好 我叫秦施 我是新来的助理律师 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为什么一路到底 还有脸在这儿待着 你是有多热爱成迷我呀 秦施 你知道吗 作为律师 骂人不带脏字是基本素养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以连续半个小时 不带重样的 要我教你吗 我 我怎么了 同样是抢资源走捷径 还不是技术性作弊 是靠最最低端的拼爹 宝贝 你会把自己拼成弱智的 你知道吗 这里是律所 是一个社会不是你们家的 不是你给我出去 喂 喂杨先生啊 你好啊 我是胡萍 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我刚才的提议 林总 我回 你走 不要 你别这样 哥 你别这样一步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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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 快 涛律师 你这 那是我儿子 多大了呀 五岁多了 瑶瑶有个儿子你知道吗 我帮你叫个车好吗 你把手机给我 哎呦你放开 你干什么 两年了 我以为我可以放下一切从新开始 大俊卫 我以为我可以跟别的女人结婚 生孩子 过平静的生活 放开我 你听我说 你知道我们不是真的 也知道随时可以提出 没有没有 我觉得跟你结婚很好 我也没想过跟其他人结婚 嗯 我一样 你爱我 嗯 你 你要干什么 我离婚